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再把这个蓝的宽度也许再把它改动一下 让它可以调一下 我们试一下 如果这个地方按一下它 它就会自己去跑了 我先这个中段点拿掉一下 它就自己跑了 但是这个地方我刚刚讲过 这个蓝宽 这个宽度的话 你其实可以怎么样 可以让它再把这两个蓝位 或许是不是再加上一个宽度 让它调整成什么 也许就是自动调整蓝宽 或者是给它蓝宽 如果你要给它蓝宽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 我看这个宽度设多少比较OK 这个大概给个宽度大概 给个十左右吧 所以这两个如果都给十的话 有没有 像这样给个十左右 有没有 宽度有一个数字嘛 那你可以在这边底下 再加上一个叙述 哪一个蓝的宽 所以底下的话 如果你要加上哪一个蓝的宽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哪个colum colum colum的五线 点一下它有个叫wiz wiz 这个wiz的话就是它的宽度 前面的话 刮符你可能要加一下 哪一个蓝 哪一个蓝 那我们就是哪一蓝呢 这个应该是h g跟h 所以你就是给它g蓝的宽度 给等于十 然后一样 hg蓝也给十 让我们看看好了 OK 因为最后蓝宽 刚刚好像没有调整 所以它变成说 会跑到那个太右边了 最后把这边加一下看看 OK 那当然不确定了 不过没关系 我一般习惯是加了程式之后 会在它的左边的地方 加一个这个叫中段点 那这个中段点主要的用 因为我不确定嘛 所以我跑一下 停一下 那我观察 如果不OK 我再来改 所以这种写 就是边写边改 OK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这边先清掉 然后让它程式跑 它刚刚会因为两蓝的宽度 有没有 这一蓝跟这一蓝 太右边了 所以我把这一蓝 把它改成宽度为十 然后按F8看看 OK 宽度 它的属性 特定 它的宽度 它的宽度 就是说 或是 第七蓝的宽度 OK 这个的话 我再看一下 它的宽度 后面给的词 是不是 是不是要 另外有个方法 瞧完之后停止录制 然后你可以看 具体里面就有 我刚刚没改名称 编辑一下 那你可以 原来是这样写 这个其实可以看出来 我刚刚错在哪里 这个啦 属性名称 应该叫Column Weiss 不是Weiss Weiss的话应该是 所以我最后只要改什么 改这个地方 把这个地方改成Column Weiss 应该就OK了 Column Weiss 加一个 WiDth OK 所以这个应该就OK了 所以把这个改成Column Weiss 然后这边其实就不用改了 这边一样是 Column Weiss Column Weiss OK 然后我把它Run一下 理论应该OK了 再跑一下 刚刚会 所以按钮8 有了 听话了 OK 按钮8 有没有 这样就OK了 所以 最后的话 请各位就是 自行再加入两个地方 第一个的话 就是加进按钮 按右键 记得 控制项这边 摘要资讯 大小位置 不随于出生而改变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这两个栏位 我希望让它大概宽度 设定为十的话 你可以在Column 哪一栏的物件 后面 删上一个属性 叫做Column Column 不是S Column Weiss 它的宽度 给它大概十 大概像长这样 OK 好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今天的练习作业 基本上 就是请各位完成 今天的部分 第一个是路接到的公式 第二个的话 就是爬虫 加上 插入栏 OK 并且 再加上按钮 然后 我刚刚有 再增加宽度的 这段程式 也许 我再把它贴到 云端白板上面 好了 所以如果 刚刚各位 来不及记的话 也许 可以在 云端上面 找一下 许 许 保持 许